我們今天的行程會希望可以先做一次Pitch 然後希望可以跟你介紹一下我們做的創作題目 那接下來是節目 我們希望您可以先就是針對我們的內容做 比方說一些分享或是一些建議或是等等的 好,你的Pitch多長? Pitch10分鐘以內 好 好 好 那這位你好 我們是拜瓜城市 當拜瓜延的覺得危險城市 我們希望打造一個暫時的高中資訊老師備課教學平台 那我們都知道在未來程式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趨勢 但是很多人在上大學之後才發現到學習程式的重要性 雖然他們在高中的時候都已經上過資訊課 可是還是對一些可能資訊領域的名詞不理解 又或者是不清楚要怎麼去應用程式 所以他們既會羨慕那些程式寫得好的人 但又卻因為覺得學習程式很困難而容易放棄 所以我們就開始去了解一些在程式教育上 老師以及學生面臨的問題 首先當108課綱上落之後 程序設計被列入必修課綱內 造成資訊課的教學上有很大的改變 老師在面臨這樣的改變 教學也變得更複雜 所以他們也不確定說 什麼樣的方式才是最好的教學方式 並且在程式教育中也面臨到學生落差大 或者是說私生比懸殊的問題 這樣的落差也會導致一些程度比較好的學生 想要報考APCS大學程式檢定的人 也沒有辦法獲得更多更好的資源 我們也實際去採訪很多高中資訊課教師 也發現到他們在備課的時候 需要花費很大量的時間在很多的平台上 想去尋找散落的教材以及心疲 所以這樣子的備課時間通常會花到20小時不等 並且他們會因為很難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 而就是導致教學沒有辦法發展到最大效益 所以我們打算提供一個好內容好心疊 以及將多個教學工具會整到一個平台上 提供一個all-in-one的教學備課平台 那我們的內容會跟一般的傳統的純文字敘述 或者是生硬的數字立體不一樣 我們會將程式設計與其他領域做結合 讓學生更加的容易去理解程式的重要性或者它的應用 那像是可以利用在生活中記章功能 或者是在文學上可以用來統計自己出現的次數 以這樣子跟切身的例子讓學生更容易的理解以及學習 那我們也會提供一個像是程式版的卡混 就是藉由這樣小遊戲的方式來提高他們學習樂趣 然後也會有題目錯誤分析功能 去分析他們最常犯錯的題型 整理之後讓老師更加可以輕鬆的掌握學生的進度 我們也就是去 就是一般高中生教工程老師在上課中的流程 那我們在選書背課上課講解 一直到實際演練及課後練習 我們都提出了能夠優化這些流程的功能 那我們也實際取得一些老師的使用回饋 那從他們的回饋中 我們得知我們的產品是確實有效且能夠優化每一個教學流程的 並且搭配上有趣的教材以及活潑的介面設計 我們相信這樣很能夠提高學生的學習體驗 那有了產品之後 有了產品之後我們要怎麼將它推廣出去呢 我們先觀察到目前大部分的高中生 最常接觸到程式員的時間都在學校 所以我們相信必須從老師開始下手 才能真正讓學生更有效的學習 所以我們第一步會先將教材賣給老師 然後以這樣的方式用較低的成本獲得使用者 再有介入這個使用者讓我們可以達到我們的中端客戶 隨後我們也會計畫發展一些進階的課程 然後慢慢把產品推出到校外市場 然後擴展我們的營運規模 那像是進階課程就會包含進階層的設計啊 機器的程式設計 或者是給商學院的一些程式食物課等等 而從短中期短中長計畫來看 我們首先會進行三個月的試驗 然後提供前六個月免費使用 在第二年就會開始積極發展一些進階課程 然後預計活躍使用者會高達2.6萬人 在第三年我們會更加積極的將我們的產品推廣到更多的學校 然後在第三年底預期可以達到損一兩坪開始的活力 預計 那我本人曾經是ISAC專案負責人 然後帶領過身體上的團隊執行專案 然後我們產品研發主力會擁有資訊王林平洋選訓員選手 來擔任我們的工程師 加上有多年UIU他經驗的設計師來為我們做介面設計 在演員方面有百萬電商傳辦經驗者來擔任我們的財務長 並且考慮到我們的產品需要推發到老師以及學生程度 我們也會有很多有經銷推廣經驗的人員 那以上我們是呆瓜程式 讓老師也能教會學生程式 那有什麼可以幫忙呢 首先想請問看看您對於我們這一整套產品看法 然後再來第二部分是可能從您過去 比方說創業或是學習程式的經驗 那您會覺得有什麼可以改善或是更好的部分 兩個一個是說當然你強調是開源的 意思是說老師加入之後可以成為共同創造者 他可以remix或者是上載他自己的教材 那當然就是你一方面說開源的 二方面說進階的部分要收費 那第一個會被問到的問題 就是說那所以進階的部分就不是開源的 或者是說他還是開源的 因為這樣子我一個人付了錢之後 像就是其他人散播這樣是可以的嗎 那所以就是說我付錢進入這個進階的 我到底換取了什麼 他是參與權呢還是比原先拿到呢 還是什麼別的 那這個可能要講清楚 那如果你只有外面是開源的 那這個叫freemium 那如果你裡面也是開源的 那他是花就是時間跟錢去 他有分潤 那這個是分潤的做法 這個youtuber 戴爾也不錯了 對 就是可能要發展一個黃標的系統 對 那但是這個在你的簡報裡比較沒有說明 那就是大概因為你一面唱標開源 一面唱標收錢是靠近街 所以這兩個一般來講在pitch tab裡面 如果兩個都有出現 你終於有一個巧合的論述 那這個論述 剛才你們有聽到 對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主要也是說 你們做的這樣子一套東西 它是主要是以中文為主 還是你們也想要做國際的市場 這是另外一個 OK 好 那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看看 好 我們做的這一套教材其實主要是想幫助 是因為觀察到台灣教育現況的問題 那我們首先是做中文這一塊 那 雖然我們在短中長期部分 目前都是著重在台灣市場 但未來也不排除跨出到海外 OK 就你的軟體本身並沒有限定它 只有單一語言 或說自然語言 如果有人一定要把它翻身 比方說阿美族的語言 這次是技術上是OK的 對 OK 那第一個 就是你的手跟武士跟開源中間的東西 好 其實關於開源這一塊 我們也是 今天希望可以請教你們看看 就是對於這個想法的 就是覺得如何 因為這一部分其實我們在正式Pitch裡面 還沒有真把它加進去 那開源我們認為它是一個比較創新做法 然後但是對於它融入在商業模式上 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這部分我們還沒有到很直接的思考 那也其實正式跟我們分享可能會有關 因為關於開源 大概有兩個目前很明確的模式 一個就是說 你要持續維護 就是你的Core Center 那你把它分享出來 大家分享你的維運成本 這個是像Google之於Vinex 這是一個顛覆不夠的模式 那當然另外一個是說 你的研發成本 你是Quarsource 那所以你養一個開源的社群 但是你賣在這個社群的基礎上面的科學化服務 那這個也是很多就是所謂的 那個Substribution 大概都是做這樣的事情 現在大家想到Ubuntu或什麼 一定不是賣LicenseP 它一定是賣就是系統整合 Integration等等這些 那所以這兩種當然都是成熟的 那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不是那麼成熟的模式 很多都是跟就是定期定額的群眾募資等等相關的 就是比較合作社型態的一個模式 就是我出現是想要參與這個開發的過程 這個當然有一些朋友在實作 那只是說 因為開源就是它到底對你來講是手段還是目的呢 如果是目的的話 那你理論上應該像維基百科那樣子 就是盡可能的去鼓勵大家看到目前授權有限制的 百科選出像大英百科 然後就號召大家一起來就是網紅備課 把它用開放的方式編寫出來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比較像NGO的音樂方式 然後每年就要就是大家募款一次這樣 維基百科就這樣 對那如果它只是你的手段的話 那就要去選說哪些部分是開源的 那些是你的call center 那哪些是你提供的就是核心的支援 那這些支援可能你要說是非常貴的錢 而且可能是要像那個John Carmack 就是做Doom 做那個就是Quake 就是一個叫ID software 它是一些遊戲引擎的 它也是開源的 但是等它遊戲都沒人買了 它才開源那個引擎 那當然一方面建立自己的品牌 那另一方面recruiting也變得比較容易 因為很多做遊戲引擎設計的就是看它的開源程式 它的這個公司要跟別人競爭 就是recruiting就變得很簡單 對因為就是上學的時候大家都會選擇 加這一款 對那所以它的開源就是 是開源沒有錯 但是是等它遊戲都賣完了 那license大概都不開源付了 因為它已經在做下一下代的引擎了 那或者在做VR的 那開出馬上再去開源 那這也是有的 那開源這部分我們可能是放在比較後期的規劃 那我們在目前來說的話 可能是在前期我們做學校這一段的時候 其實提供基礎課程是完全免費 那所以我們有考慮在說這一段 我們先做一個基礎的東西出來 那如果之後有要開源 可能是開源這一塊是免費的部分 就試吃包了 對有點試吃包味道 先口罩先捐給你 國外醫護人員 那他們的老百姓要用 那就可以跟我們買 對那樣道理 我們是整套一罐廠買出去 好 那今天課程部分 我們暫且應該是不會有看的這一塊 那這樣可能你對Spec裡面 要這樣比較清楚 要謝謝 好 我想要請問的是 就是不管是未來要做recruitment 或是做license 那因為就是其實我們會不會挑戰說 那我們為什麼不直接把這個東西賣給家長 不是賣一個補習班 其實好像都合理這樣 但只是說我們簽入的痛點 比較像是我們希望觀察到台灣 城市教育這個市場 並且是在體制內的這個教育 我們發現老師的痛點 所以我們希望去補足這個痛點 對因為老師才有剛性需求 因為台北教育部他們當然要求 其他人沒有剛性需求 就 我覺得剛性需求的話 其實好像不只老師 其實會覺得 現在越來越多家長跟學生 這算是一個蠻重要的趨勢 只是說 對啦 但是就是說 還有很多別的也很重要 是 那只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這個趨勢 那想要去解決這個體制內的需求 那就不知道 以正門的角度 不知道就是政府這邊 有沒有什麼 目前 已經可行的資源 目前我們是已經有聯繫到 正大的一個推動大學城市教育的計畫 那另外一個是資訊的科技中心 那這個中心是負責聯繫全台的所有資訊老師 那我們聯繫的這兩個單位 主要是能夠幫我們推動 也再加上我們會分享我們的研究成果給他們 因為以一個大學城市推動計畫 他們很想要知道 高中老師到底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那他們需要什麼資源去轉接 或是去 有什麼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幫忙的這樣 只是說 我們現在 目前是 以一個 相對 我認為 學校這個場域 算是相對保守的 不知道政委這邊有沒有什麼 我們比較好切入的一個方式 去打這個土地的市場 當然就是有一些 學校或者是 實驗學校 它本來就是以 教程式設計為主 對 最近比較 在媒體上有看到 自策會的那一個機構 就是以運算思維當作他們 辦校的 就是主要的概念 實驗學校 對 其實像實驗的中學 其實在高中階段 因為它是比較 所以其實跟你們這邊提供的課程 已經是差不多了 雖然你們是提供大學階段的 但是如果 它當時那個 就是中學 本來就是以這個 作為它的主要的特色的話 那其實它學的 就跟大家在大學學的是 一樣的東西 說不定這時候還比較進階一點 對 所以我具體建議是說 12年國教新科科 推動辦公室 這也是另外一族人 對 他們在做的事情就是 素養融入教育 然後這個素養融入教育裡面 每一個不同的素養 因為三面九項一樣重要 不是只有那個 科技溝通這個重要 也有很多別的也很重要 對 那每一個重要的這種素養 它會有那個共同備科的社群 那這些共同備科社群 就是你們比較現成的 就是它自己有它的教材 然後你剛講的那些融入式的教材 他們也做得非常多 有一些根本就是CC授權的 那如果是CC授權 你可以直接拿過來用 對 就是說 我覺得你還是要recruit一些 就是你的社群 不是只是你自己去找的 或錄製的東西 也是包含 因為你剛強調是包含動性 那你就是需要一些很願意的人 而且不是他的學生 而是任何人 只要願意用他的教材 就願意跟他錄動 對 這些非常active 的老師 那這些老師 就是因為他有熱情嗎 大概就是會在這些共同備科的社群裡面 那這些你透過 希望你國家新康 推動專案辦公室 多上可以聯絡得到一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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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當然他們是高中階段 不是大學階段 但我要講的是說 他們的內容 唱作分析內容 其實是差不多難度 我認為可能這個甚至比一個大學同 推動程式計畫更適合 對啊 感覺就是更直接的幫助 對啊 因為他們也是專門在做這個 所以我覺得對他們來講 你們就是一個可以讓他增幅嗎 就是可以弄到很多人的一個平台 那他也不一定為了錢做這個 他可能是為了推動這個使命感 像剛剛才有一堆一個叫做科丁聯盟協會 不過他們當然主要是叫Scratch 那但是現在也一路 一路開始往國中推了 那所以不管你是從就是小一 慢慢推到國中 或者是你們是從大學 但是可能還是可以跟高中一定程度結合 我覺得這套想法 我覺得是共同的 所以我覺得也不一定要在現在 就立刻說 那等你們我碰太低的學習階段 這樣子 就保持一個開放性 是 那會想請看 比方說早上有像這樣的協會 或者是我們都是同樣在做程式教育 那政府目前有在想說 怎麼樣去串聯民間的力量 而不是讓民間各自的分散成變嗎 民間串聯的能力比政府差很多 好用標籤 不用等政府 我們可以先記太多 不用等政府 大家只要有一個hashtag 現在早就串聯得很好了 對我們政府能夠做的事情 是去把一些轉型成功的案例 去把它佔領出來 然後透過像之前我有參加 像台南有辦一個叫做什麼全開手學 就是 是虛擬的一個課程博覽會 就是 也不是虛擬 就是一部分虛擬的 一部分他們還是在台南 像我就在台南 一部分在線上 比方說教育部長 潘部長 他就是透過線上這樣 那所以他們就是發展很多 就是一部分 可以在教室 那一部分是透過網路的這種 網室這樣 的教材教法 那你如果找那個就是台南市的全開手學 課程博覽會 也會找到很多太美經路法 放在網路上的 那些老師我覺得都非常棒 就是朋友這方面的熱情 所以也可以去參考 想了解一下 比方說政府想要推計畫 或是想要執行什麼時候 你們通常會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去達到效率最大化呢 比方說是找一個關鍵人士 一個關鍵團體 或者是像剛正委提到 我們可能去找一個這樣的社群 就類似這樣的方式 我想大部分還是要靠社群 對 那我們其實 在政府這邊 我們主要就是去看 社群這邊已經形成的一個方向 就那個向量 那個方向是社群來決定 是社會決定 那政府這邊是提供必要的可能能量 去支援它 但是並沒有說好像 因為政府的特色是說 中長城我們 一年才能改一次他們計畫內容 而且一次編的話 是要編這個四年期 那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不會說 我們現在坐在這邊 就可以預測四年之後的社會 有沒有人這樣講 那就算是一年之內都很難預測了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快速的疊代 基本上就是靠營造出這樣的社群 那所以現在你也看到很多 像文化股 和會議部和教育部 他們已經不太做補助 已經往講助這個方向做 那它的差別就是說補助是 我來設定方向 你做到了 我給你簽嘛 講助是你自己設定方向 你做到了 我給你簽 對 所以講助就比較沒有說 政府要一切都會知道 這個情況 而是大家自己去做 那做到了發現 這個政府做這件事情 一塊錢只有兩塊錢的效益 但是民間找到一個新方向 一塊錢只有五塊錢的效益 那這樣子我們對民間來講 民間就不是我們的夥計 是我們的夥伴 因為它比我們知道 怎麼樣做這件事情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支持 那這種形態的 我們都有放在我們社會創新平台 在SI.台灣上面 它也可以看一下 那我可以請問看看 因為剛剛聽下來會覺得說 創新這一塊好像比較多是 可能民間可以快速疊代 然後所以我們可以很快速的去 推動這件事情 那因為我們在訪談中的時候 其實老師跟我們反映說 他覺得108課綱在資訊這一塊 他其實 老師是蠻認同的 可是對於到底可以落實多少 或者是覺得說 這個課綱好像太前衛了 民間跟不上 那您是怎麼樣看待 那您是怎麼樣看待 蠻關鍵的是學校的股東會 就是學校課發會 它越能夠去結合 在地以及在推廣這個 不然它本來是用社團 做地板解課 用社區大學 或隨便什麼 這些能量 如果他願意把它納起來 變成像教本課程 那直接用就是上課的 一般的事數在做 那就比較容易成功 那如果課發會就是 一開始跟這些民間力量 比較沒有線接的話 那就確實要花一點時間 才能夠去磨合 對 那這就是為什麼公費 然後管課這麼重要 就是說有一個能夠成功結合 那它們會可以破賽到其他老師 那會想說看看就是 那想回來我們的東西來問 那您這樣聽下來 會覺得我們真的可以就是 可能就您對於您從政府的角度來看的話 您會覺得這個產品是可以幫到體制內的學校 或是有怎麼樣的感覺 一定可以啊一定可以 只是說您的厲害關係 就是您的這些老師們 就像我剛剛講 他們一定也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你自己的定位可能不是說 你有想好一套solution 然後那take it or lead it 而是說你邀請他去看說 你們等於都是他的resource 所以他本來也許就是一套想法 那怎麼透過你們接觸到更多職能當中的人 怎麼透過你們去服務 不是在他自己學校的別的老師 我的同學等等 就是說還是以他為主題 那你們是輔助他做他本來就打算做的事情 而不是說好像你們有個business model 你要他抓到你的business model來 對 所以有點像就是譬如說政府在做事情 就會邀請民眾來參與政策的討論 是有點像 因為教育跟健康是兩個在台灣 主要是用社會主義模式分享的 那其他部分是資本主義沒有做 對 那這兩個大部分大家還是在意那個 就是公平性是很重要 對 所以任何老師他一定都會想說 那我現在做這一套 是只有負得起錢的其他老師 負得起錢的學生才能夠受惠嗎 還是說其實所有人都可以受惠等等 那當然你們有這個freemium 所以你可以說 我們這一階段的確實是 就是不開出來大家都可以免費的 那我想就是先把這部分的品牌先打下 那剩下來就是你要賺錢的那個方法 自然就是熱心的老師很多人也會幫你提醒 好 好 那非常的重要是怎麼看 就是體制內跟體制外的教育這個部分 對 剛剛就有提到說 那如果我們是以一個瞬接 就是各種資源 那有想要一起公開或是分享 到時都可以加入 那邊是實驗教育 那邊是教育實驗 那這兩個現在本來就可以依法 本來就可以共享資源 是 因為 只是說好 就是我們有一個蠻強大的競品 是Coding Bar 然後他們就是透過 就是2B端 其實是一個免費的形式 然後去 降低他的課課成本 然後讓他接觸到2C的市場 那其實他們主要的所有模式 是在營隊 或是更進階的AI的課程 我們這邊有之前育成過一個Play School 也是這樣子做 是 那可是其實我們有荒誤過其他的在校的老師 那他們可能就會覺得 其實他們主要想要正常的方式是 透過體制外的教育這樣 那其實體制內的教育 雖然就是 我們剛剛提到的資訊學課中心 也有引起他們 就是請他們做講師 然後參加老師的研討會 然後並且就教老師怎麼用那些平台等等 就是以一個 剛剛你們提到的社會主義的觀點來說 我就會覺得 確實整體的城市教育是有向上提升的 只是說 如果回歸到我們剛剛那個模式 我們剛才實施透過老師參與我們的編輯 然後去整個匯集這樣子 就是不知道以長遠的來說 就是可能一初期 我們經營就會非常的困難 就是 我們公司自己想要活下去 都會很困難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走到那麼長期的 像 無論你一個USR grant就可以吃很久了 這個並不是 就是社會主義也是社會主義的做法 對 就是說 USR是當學社會責任 就是說 你只要證明說 這個大學發展這套平台 或是叫德交法 他對於他的當地的 就是可能 對生社會比較沒有興趣的小孩 不管是高中還是國中階段 的學習興趣有幫助 那這個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USR題目 對 那USR題目說真的錢蠻多的 對 那你就可以靠這個brand就可以回證 對 所以我覺得 就是 社主義的想法是說 你主要要證明的不是你股東可以收的會多少 而是你可以比政府更有效的去使用經費 對 那這個如果能夠證明 這叫SR1 Social Return of Investment 你看Social就知道是社會主義的 對 那 那如果你那個算得出來的話 其實 很多USR會願意跟你合作 可能要請你們先用東西幫忙一下 對 USR又有一個推動辦公室 嗯 了解 OK 好不好意思我得先走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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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